《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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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所有的声音 是吧 你要旁观 最好的就是旁观 你变成一个旁观者 或者你通过很专注的 听所有的声音 不分别每一句声音的意思 就分别比如说 所有的声音在说 你能听的是吧 但是你很专注 然后不去想 他这句是什么话 那句是什么 不要管声音的 里边的含义 这也是一个入门的方法 就是认把声音的 这是一个修正的方法 这一进去你怎么 那你自己看 专注进去 那是你的状态 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打坐的 你听海嘲音啊 或者声面啊 这些状态 听听 听 你这不一直在听吗 现在感觉挺好的 就是听 反正也不乱想 小话 不会太多 不会太多 哈哈 那你比如说 你在听海嘲音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有状态 就是 你就听 起来了 下去了 起来了 下去了 就是 反正就是跟着他 反正就是跟着他走 但是你这样的话 因为打坐的时候 你最终 要么你就停住在 就把意识指在 静的那一面 或者指在 就是静动的那一面 你只能指一面 停在那一面 不要去分别 那个静不静 你停在那 但是不要去分别生面 要去分别 起来了下去 不要去分别 或者是你直接变成旁观的 就是起来了下去 你安住在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起来了下去 起来下去下去下去 慢慢慢慢就成了 就这些 这些 起来下去 起来下去 就没有什么像可言 那个时候 声面 声面就破掉了 我没有那个 声音 动静就破掉了 声音 动静就破掉了 你安住在一个状态 旁观是 旁观 潮起潮落 旁观 对 再不要去分别 那意思你还在 你是跟着说 起来了 没有了 起来了没有 他起的时候 起的时候 可能也没了 我落了 真的 起一落 我都还在跟着他 他走 我也走 你不要走 你是不动的 你记得吗 你是不动的 然后是起落 你是一个旁观者 你是不动的 有一个东西在起落 起落 起落 你这个不动要时间久了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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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起落就变成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声音就变成了 也就是说一个幻影 幻境 它不会影响你什么 然后慢慢的声面就没有了 没有声面 这个像在你的意识层面 生面 一样 生面 也没有生 没有灭 然后呢 都是不动的 如如如的 如来 就是说 这个真的 不知道怎么 就是 就是没有动 没有劲 就是动劲 你现在在分别动劲 是有意识层面在分别的 当你慢慢的 你如如不动 你一直定在那 看着这个声面 这个声面像 慢慢慢慢就消失了 这边这个 不动的也消失 就合在一起 就是说 能够正如一个状态 就是说 不再找声面的像的一个状态 因为声音的 我们起来呼一下 是吧 没有了 突然没有了 这是一个幻境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 我们总是知道 它起来了 它下去了 它起来它下去 如果是一个幻境的话 起来下去是一样的 你不会想着 它起来了 它下去了 没有 我就没有说 没有幻境 我也不知道说是 比如说是三个人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说是 就是三个人 我觉得这个 更好的声音就是 念和号 那没有关系 因为在自己听的过程中 这个声面像更容易破 因为你知道你念了 听了 念了 突然你就分开了 这个声音就跟你没关系了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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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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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这个再修一段时间 就是不能把这个音 当成什么 嗯 不能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 所有的音 就是声音 都当成什么 就是什么 比如说是 彈光台 对 它有生无生是一样的 嗯 你不要 你不要去分别 你只是安住在那种状态 去听就行 比如说现在 就排定这个 这个场面 嗯 嗯 嗯 是这么奇怪的 但是你不要住在有声音上 你心是无声音的 你心是 没有声 没有声也没有无声这个概念 这个是你意识的分别 你跟我说有声声音 你的意识已经在分别它了 然后告诉我这是有声 这是无声 你的心没有安住在无分别的境界 我现在不是说让你去分别有声无声 我们打坐是要有一个心要安止处 你的心要安住在无分别的境界 你就不要管有声无声 这个认识是对的 是有声 是无声 但这个认识是分别是一定来自于我们的意识的 但我们的意识是来自于耳朵的 就是眼耳鼻舌声音嘛 耳朵听到了意识在分别 眼睛看到了意识在分别 但无眼耳鼻舌声 我们的如来的境界是安住在那个境界 是没有眼耳鼻舌声音的 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说那个是最高阵阵 不是说让你从那块看到 就说那就成佛 是让你去安住在一个无分别的状态 你需要那个状态 就是那个状态你坐在那 你不要分别生起了声面了 你不要 那个东西跟你的意识没关 它你一分别你就起入了意识 你就起入了你的眼耳鼻舌声音 而那些是幻境 那么你一起又一动 你已经无法安置在那个蒙姓里边 安置在自信里边 你先从这个开始 当然说这还不是最圆满的教授 就是说 但是你需要一个安置点 因为到最后 生命也是佛性 就是说但是这个暂时 从修正的角度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你先寻找一个安置处 先不要讲那么多 说一切都是佛性 谢谢 一耳鼻舌声音也是佛性的 谢谢 先不要找这些像 先从这些像是里边抽离出来 因为我们是找了这些像 找了一个动静的像 善恶的像 找了这些 些抽离出来 这些东西写入入不动 安住在那种状态里 不要分别 你一分别 你已经起入了你的意识 那你就 一起入你的意识 你就已经脱离开 你就进入意识层 你就开始分别 一分别你就开始早向了 一早上你就已经回到了 这个就是分别的世界 需要安置一个分别的状态 最后圆满你的圆满佛果 是吗 他是被我敢问 他刚才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有一天我们去大商场很嘈杂 然后我没事干 就站在那儿 听声音 听音 我就跟 突然间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 这个嘈杂的声音 师父说这个光音 就是这个光跟音 都是师父 突然 不是都是师父 都是菩萨 都是观声音菩萨 然后真的是有这种觉 我觉得好像任何时候 观声音菩萨都在 就是与我同在的那种 没问题 在理论上是这样 但阿僧问的是修正里面的东西 他是怎么做到 你听到的所有音流都是观声菩萨 明明是有差别的 他怎么可能成了菩萨呢 就是说 比如说入音流海的时候 所有的声音 正量上 所有的声音都变成文 玛尼百米红 都变成就是说 一个声音 你听什么声音都会转成文 玛尼百米红的音流 这是正量上的境界 就是你怎么能把所有的差别 差别相变成音 这是正量 他问的是正量 他需要一个角度 就需要一个一直点 来做 没有哪个 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一个法门 我教你的是圆满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无限科技的 这个法门是最好的 最是就可以原正佛观 只是入门处在哪 每一个法门 都是你的入手处在哪 你一直在哪个入门处进入 就是这个殿堂 这个房间的所有 佛讲的所有 我告诉你的 说你不分别 不去变成个旁观 所有的只是那个门 不是里边的东西 不是告诉你里边的东西 你只有从那门进来 剩下的你都一目了然 所有的只是一个门 你要依靠哪个门走进来 这个有八万四千门 你从哪个门进 你找到那个门 你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 剩下的你自己评价 你自己看啊 佛的境界 你自己会知道 不需要我说 你有你的间谍 所有的都是告诉你那个门 而不是说 那你教我的这个就是如来吗 就是佛 佛的境界吗 什么都不是 都是那个门 对你来讲都是那个门 对一个圆满的佛来讲 也没有什么门不门 因为他本来在里边 他何须从门里边走进来 本来爬上 本来爬上 你爬上 本来这种也可以 比如说你这种境界 就是说 你也不再分别 说三二什么 我知道 但是我不会被静转 你就达到 就像你这种状态 就是说 我表面上是无分别了 因为你觉得你不再静转 什么都无所谓 这也是一种修正方式 也算一个门 但这种门就是说 你继续走下去 你只是理计功德 你不断地理计功德 然后呢 不必静转 反正三二我清楚 但我不必静转 我也不转 你做恶 我也知道你在做恶事 但我不学 我不做恶就行了 然后我去理计我的功德福报这样的 不断理计 但是这个有一点就是 其实根本上的分别还是没错 就是这个分别 就是东京啊什么 根本上是一些分别 就是如果在打坐里边 其实从这个角度走 有一天你也会圆满 也会圆满 但是如果是说更快一点的话 就是在静坐的过程中 还是因为你静坐 假如说你无分别 你可能就是静静地坐在那 就是说好像脑子啥也不动不想 但是还是我觉得如果你 还是从一个根开始 就是从 因为习惯了这种 就是从耳根或者眼睛 最好是从耳根 我觉得耳根还是就是 然后听这种 就是本能的无分别 但是我现在比如说念 梁乐观世音 我就念 我就希望拿这个声音来射手 对 射手一根 对 我一想这个事我就挺难受 我就想 我要射手 我要有一个静态 我要有一个静态 我就本身这个 那你就找了动态的像了 为什么有一个静态 那么为什么你觉得那个嘈杂的东西不是静呢 这就是关世音菩萨刚开始打坐的时候 在海边吵 还吵也很吵很吵 就是说他就很烦 就静不下来 就 我唯一我能想入定 想安静的那个念头 因为时时升起 就是他老师希望 我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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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一想这个 因为你不动 你已经静得太久了 就是说你要 你要动 把你的身心内外却动起来 每个细胞都要动起来 所以我两天不太想修了 嗯 我觉得这个 就是静静 你已经静出毛病了 一直不动 不动出毛病 就是 就好像甚至说是 我想成佛 嗯 我要我要做到 怎样的事 如是 就心里 不觉得心很累 心很难受 想成佛这档事 也 嗯 但是 但是你又不相信 如果说你已经圆满了 你肯定觉得没有 就是这个 对 卡在门上 嗯 就是说 嗯 而且我一想说 您前两天说 这个 你就是佛 就天天 我就是佛 这也挺累 对对对 不需要 就是 但是因为大家不知 必须这样子来交流 但佛就是什么东西 是个无形无相的 连这个如来俩智也没有的东西 我就觉得我就是佛 我肯定不是佛 我就灭掉了 我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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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个我能理解你的状态 我不愿意相信我就是佛 对 你也不愿意相信你是众生 你也不愿意相信你是魔 你也不愿意相信你是魔 这是破文字相 就是文字开始 文字开始 文字不起作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嗯 但是对大家还是有 刚开始学佛 是要是要这样子 从这样走的 嗯 因为还没到这个状态 嗯 但是 嗯 但是 反正我也真不舒服 就是 我还真不舒服 嗯 你 如果你还是 还 如果有一点点迷惑在那儿 就是说 还没 还没透 嗯 还是有照相的都行 反正我现在就是 把这个秀情那事忘了 没透还是照相 你肯定有照相的地方 嗯 我只未经 嗯 嗯 嗯 因为我是佛的话 因为有我的话 我就不是佛 嗯 有个百灵在那儿佛 怎么可能我是佛呢 是不是 到最后破了文字的时候 那就是最终的圆满的时候 就是无我之境了之的 不还不透 有一个我在那儿 怎么可能我是佛呢 如来是无形无相的 但是 如果如来是无形无相的 为什么我不是佛呢 哈哈哈 这又烧回来了 就是说你对空即是有 了解的不多 设计是空你了解了一些 但是空即是有 就是空 真空的世界就是说 你还不了解 是因为你不够空 就你真没空 没达到真空的境界 所以有疑惑 嗯 因为一旦真空是有的话 那就会湿泻 那就弹到了一种 流出来的 流来 就是有像了 又开始有像了 但是你着像 那个像就永远流不出来 因为有一个小我自我在那儿 像还是流不出来 嗯 我觉得你不是找我像 是找众圣像 嗯 哈哈 哈哈 就是现在就是想到任何念头 想法就确实是 哎 就是真实不想想 就是一想就觉得多远 心累 哎 累也不想想 觉得没 真是没穿的 嗯 想了想 嗯 以前想的 嗯 就是想出问题 想啥都不对 你什么想都不对 你不想也 你好像不想就对了 不想也不对 是吧 那你就 以前是有问题 就是说 不是不想 是在哪一个时候不想 哎 就是说当时 比如说我在局里说 我说这个今天你的心暂时不要想 是我告诉他一个方法 我并不是让他去不闻世修 他可以回去再想 但是那一刻有些东西就过去了 因为他告诉他什么叫没有过去行现在行未来行 那他不不不去想过去不去想就是告诉他一个入门的切点 并不是让他在这个生活在未来的修正中他真的是不去思考所有的佛教的理由他也可以思考 每件事我该做不该做这么他肯定要想 但是每一刻只是说当下的那个问题 你在当下这一刻你看清楚你自己了吗 如果在当下这一刻你没看清楚你自己 你的身口意 你的意识 你的绝招达不到这个状态的话 不是说你又 那么就是说你的心不够 就是说真没空 还有一些 要么就是修的有一些偏空 就是说像草木玩时 有时候有一些就是不再启用了 不想启用 就是那种要么就是 就是说是到最后是设计空的时候是很活生生的很活泼泼的视线 内心深处是很很空灵的很活泼泼的一个状态 就是每时每刻能够绝照 不是绝照了 就清晰的知道你的你自己面对的 就是好像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 要么是就是比如说你们不是活在过去就是未来 不再想过去就是未来 要么当下就是傻傻的脑子不转 要么就是你稍稍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气脉 气脉心脉的就是瘦爽 就是脾胃啊 什么前一阵阵 你身体有点干空 现在稍稍有点植物的那种 就像植物那个圣经 不想动 一栋切子就是觉得甚至你心理上都会反胃 就说这种状态 就是我们其实连面前这个桌子也看不清楚 你们没想到就是说当你们回到那个朋友的位置 你很清晰的你重看这个桌子桌子上的茶杯 寥寥分明每一个茶杯 其实你一下子全看过去的 但是每一个东西都寥寥分明 要很清晰的知道 甚至知道 你甚至知道好像这一桌东西的每一个东西的品性 就是活泼泼的 不是说你视线 就是说你安住在当下的时候 安住在那个状态 你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也不是傻 也不是脑子不转 这就是慢慢的 但是从从开始傻 把这个状态进入的 要先移植那个状态 就要说不要想过去不要想未来 每一刻然后认可你的朋友的就是圆满的佛 认可这个然后不断不断的圆满 不要有一个我要变成佛的念头 有个我有个佛我要变佛 不要有这样一个观点在意识里面障碍 你变不成的你也变不成任何东西 你认为你是众生也是你意识层面变出假造出来的 你认为你是众生你有贪嗔痴慢言 你有修正你过去有几十年你所做的都是你意识层面折腾出来 就是在意识上先这样修 你先不要管说难道我这样修我就成佛了吗 那我过去做的英国怎么办 那是领导别论 你先从意识层面这样清理 一直在意识层面这个认知上这个界地上去修 然后过去英国很多东西就清理掉就没有了 佛性就露出来了 在界地上先这样认知 本人也是一个过程 你就这样子 这两天不想你就不想 无所谓 你就难受就难受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的时候你会不舒服 就是你意思 你刚才说的那些状态 这就是状态 知道吧 这个状态 你先觉知到 你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过一阵子会变 会逐渐逐渐的圆满 这个状态也是一个修正的状态 老师我讲的 在前面说这个见地层面上 嗯 就是我不愿意 就是也不应该动脑 动脑真是没事 嗯 这个真不是动脑动出来的 这个是我的宣寿期盼 嗯 您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凡是你念头 你还没起呢 就已经 你只要想这个事儿 肯定是 嗯 什么是佛呀 什么回事儿啊 类似这样的问题 肯定是没有答案 嗯 反正没有答案 那你就觉得好像说 我就说就是在见识方面 见识方面 不是没有答案 是当他在想的时候 很多人你会导致他 他突然进行了某种状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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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